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勇闯日本 探索未来前往日本发展的可能 那也结交了进入日本市场的重要人脉 其中一位关键的在地伙伴 World Capital Inc 也在这个行程之中帮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忙 包含了为我们引荐了相当多重要的日本人脉等等 然后也告诉我们很多进入到日本市场该注意的一些礼节啦 甚至是文化 最近呢 WCI要正式对外介绍他们一项新的业务 那我想这个业务也跟台湾新创企业 尤其要往日本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来跟我们聊一聊 首先我们今天两位来宾分别是 WCI的Founder and CEO Shota 另外一位则是WCI Taiwan Business Group的Manager Yuli 我们先请两位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i 大家好 我是Jugan Shantai My name is Shota I'm the founder and CEO of WorldCaptal It's an honor to speak to listeners in Taiwan I use Japanese and our important staff member Yuli We translate So she'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day Hi 大家好 我是就是我常住在日本大概20年 然后我是台湾人 我是Yuli大家好 好 谢谢Yuli 因为那个我不会讲日文 所以今天为了要让这个内容能够详细的被介绍 所以我们要就是会请Shota用日文的方式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当然Yuli会在从中 尤其他非常熟悉 包含WCI要做的业务 跟日台双边的这个企业发展的状况 所以Yuli会在从中担任非常重要的穿针引线的功能 用中文让我们更了解 就是接下来我们今天采访内容 好 那是不是还是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二位 就是先请二位来宾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 还有相关的产业经验或者是创业经验 Shotaさんは自分の職歴和教会的经验を 自己紹介をしてください 私最初はソニーでソフトウェアのエンジニアをやってました その後にインターネット系のサイトですね 運営している会社に入りまして 9人目のメンバーとして加入して 3年后で200名ぐらいの組織になった会社で 営業統括をやってました 好 那后呢 我刚开始的话 我是在ソニー担任这个工程师 那后来的话 我加入了这个新创公司 那我当时加入这个新创公司的话 我是第9位的成员加入的 那在这个新创公司在经营3年以后 其实它的组织就大概有200名的成员 はい なのでエンジニアと あと営業と両方とも経験をして 会社を設立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ような流れですね 好 然後就是因为我在ソニー这部分 我有这个工程师的经验 那在这个新创的话 我这个是在做营业部分 所以这两个我都是有经验的 特に会社始める前の会社ですね スタートアップですと KDDIっていう大手の通信会社に M&Aされてまして そうしたM&Aされたタイミングで このWCIっていうのを2017年に 東京で設立をして 今が7期目です 那我刚才有提到说 我在这个新创公司 那其实这个新创公司的话 它在2011年的时候 它被一间大型的KDDI的 一间大型的电信公司并购 那刚好在这一个タイミング的时候 藉由这个契机呢 我就成立了我现在的公司 就是WACAPITAL这样 那今年的话就是第7年 那Yuli呢 Yuli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好 大家好 那我的话 我大概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虽然我不是一位 专业的工程师 但是我就是在IT的这个 对话机器人跟半导体的 这个领域 有一些有趣的经验这样子 那除了这个IT机器人以后 我在日本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间 叫Makunika的一间 半导体公司的 晶片的这个部门工作过 那我相信就是 我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台湾人 那我可以透过我的经验跟知识呢 就是可以为台湾企业 提供一些有价值的 一些资源跟支持 谢谢 哇 好酷哦 现在才知道原来Yuli是半导体 晶片 机器人这个领域出生的 对对对对对对 只要一点点小小的经验这样子 OK 好那 我想听众朋友认识完二位之后 应该也 除非他们有看过 创业小剧之前的这个专访啦 否则的话 他们可能也还是会好奇 那World Capital Inc.这家公司 尤其现在这家公司 在日本跟台湾都设有公司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您的公司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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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台湾都 Cyrao 然后我们 我们简称就是我们公司叫WCI 那我们是一家呢提供实施咨询服务的公司 那这个的话跟战略的咨询公司 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不仅就是进行 就是市场研究跟计划的制定 然后我们还会与这个企业建立合作的伙伴关系 实际执行这个销售跟营销的这些活动 那这个都是我们主要的特点 那特别作为在我们海外企业 进入日本市场的合作的伙伴 我们就是全力支持他们在日本市场的业务扩展 特にですね 海外企业が日本に進出するときのパートナーとして 日本市場での事業展開 これを徹底的に支援しています 支援先の会社としては 日本が4割 台湾が4割 あと他の国が2割 そんなような割合になってまして 台湾のクライアントが多いのが特徴ですね 好那我们刚才有讲说 我们就是全力支持这些 他们要进来日本市场这个业务的扩展 那我们支持的业务的这个企业的分布的话 大约就是日本企业的话 就是占了这个40% 那台湾企业这部分也是占了40%左右 其他国家的话大概就是20% 那其中的话以台湾客户比较多 这个是我们的特点 那我们就是现在目前就是 与台湾客户的合作 就是也是公司的第二阶段 那已经持续了大概5年半以上 最初の台湾のクライアントの事業 始まったのは もう5年半以上前でして そこで始まった医療関係のプロジェクト 最初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もう5年半続いてまして その分野だと日本市場で 今当的ナンバーワンのポジションも作っている というようなクライアントもあります 好 那其实最开始 我们是以医療相关的公司 就是让他们在日本市场的业务的扩展 那这个其实已经持续了5年半 那在这个领域也 其实已经在日本的市场 获得了第一名的这个地位 好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其实还有支持 这个台湾的政府机构 那这个大型企业啊 跟包括这些中小型的企业 跟这个新创企业 那其实到目前的这个跨境的 这个项目已经超过了200个左右 特に台湾のスタートアップ 非常に優秀な会社も多くありますんで 台湾のVCとか あとアクセラレーターとか そうしたところから いろいろと紹介もらってまして ITとあとヘルスケア こうした業界中心に 日本の新出のプロジェクト っていうのをどんどん leadしていってます 那特别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新创 其实非常的出色 其实我们也是受到 台湾的这些投资公司啊 这些加速器的介绍 所以我们在IT跟这个健康医疗的 这个领域就是也引导了 其实蛮多的项目进来日本这样子 那我们建立了 就是与日本国内 这种各企业的这个合作的网路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企业跟金融机构 然后就是帮助这个台湾企业 进入日本市场 日本国内でもですね 大手の会社とか金融機関だったりとか いろんな企業とパートナーネットワーク 作ってるので 台湾企業が日本進出するときには 総合的に支援をしています 那就像刚才我提到 就是其实我们跟这些大型的企业 跟金融机构都有合作 所以就是让这些台湾企业 进入日本的市场的时候 我们就是可以提供全面的支持 那其实我们公司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在日本的话 有像我 我就是在日本待了大概18年左右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员工呢 他是个日本人 但是他有在台湾居住过5年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团队的成员 所以在语言方面 跟台湾企业的这个沟通 合作其实都还蛮顺畅的 5年以上やってますから かなり深いレベルで 台湾企业の日本進出の支援というのが 総合的に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状況です 那其实我们做这个台湾 这部分已经大概5年半了 所以我们协助台湾企业 进入日本市场这一部分 其实也有相当深入的水平了 那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 就是开始要协助日本市场进入台湾市场 今年8月には台湾のオフィス 支店も作りまして TTAの中でオフィスを置いてやってます 好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8月 其实我们在台湾 已经设立了我们的分公司 这样子 然后就是在台湾的小巨蛋里面 今まで日本の進出では 日本側で実行してたので 台湾に拠点点あんまり必要は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今台湾で実行することが非常に増えているので 営業マーケティング的なところを いろいろとやるので 台湾で支店を設立したというような経緯になってます アクテラレーターのIAPSだったりとか いろいろなBCなんかがですね いろいろと僕らのことも 手伝ってくれて支援してくれるので こうした支店設立したりとか いろんな動きがですね 今大変スムーズに台湾の中でもできてます 那其实在里面 我们其实要特别感谢一个 就是加速器 IAPS的这个加速器 交大家速器 对 它其实就是帮助我们 就是跟这些台湾企业啊 这一部分的一些沟通 跟我们在台湾设立分公司的 这些后续动作啊 这么顺利的进行 其实都是有他在帮忙我们这样子 今は日本企業を台湾に連れてく ってことも非常に多いので 今年もう11回ですね 台湾に行ってて 合計で僕自身も90日以上 台湾で過ごしてるみたいな その代わり中国語喋れないですけど やってます 所以其实像刚才我说是 我们进入第二阶段 我们就是现在带领了 这些日本企业要进军台湾市场啊 所以其实今年算了一下 我们大概前往台湾 大概已经11次了 11次? 对已经11次了 那停留时间也高达就是90天以上了 对那以上是我们公司 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 我发现我们每一次好像台日连线视讯对话的时候 背后都会有消防车 对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的这个此刻呢 秀塔跟Yuli人是在日本的 所以我们是用远端录音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大家可能都会听到各自的环境里面 都会有一些非常生活化的声音 请大家多多包涵 好那我们刚刚听完了是这个秀塔跟Yuli 对于日本WCI跟台湾WCI的介绍 那确实就是他们现在在实际的在协助两端的客户 进入到另外一个市场 那只要要进入到当地市场 他们在当地都需要设立一个公司这样子 才能够这个非常hands on的这个手把手的去协助客户 但是我想大家也听得起来 就是说他们的进展很快 然后接着也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了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 就是他们接下来要来做的一个新的业务 就是关于企业之间的合并跟收购这件事情 尤其是日本企业有意要来并购台湾新创 我想要先请秀塔聊一聊 就是说日本企业为什么要并购台湾新创 他们的目的跟动机跟需求是什么 好 那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需要就是从两个背景下来看 那我们把它分为两部分 那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来针对大企业 日本的这些大企业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把它针对在就是这些中型企业 跟这个新创这部分 好 那我们先从大型企业的角度来看 其实现在日本的大型企业已经在过去进行了很多的这个 他们的海外扩张 那早期的话甚至就是将他们自己的团队 都把他们设在海外 随着全球市场持续的增长 他们其实也逐渐就是对其他的国家 就是这个销售基地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ですけどですね 今はですね それだけだと結構不十分で 大企业っていうのは 自分たちの会社の中で新しいプロダクトを作ったりとか そういう力がどんどん弱くなってきていて あと変化も早いので そうした中で オープンイノベーションとかで 新しい会社であったりとか そういうのを非常に積極的に探すようになってきました 好 那其实虽然是这样子说 可是其实现在都已经不够了 他们大型企业在内部创新部分的能力 其实已经是在减弱的这个状态 那他们的技术变革也是变得非常的迅速 那因此他们要积极的寻找开放式的创新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会有很多的选择出来 そうした中で技術を持っているスタートアップを 大企業の中に取り込んで 自分たちの大きいリソースを使ってですね さらに拡大させていくっていうような形で スタートを買収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が大企業はあります 好 那这个时候 他们要积极的去寻找这个开放式的创新 他们就现在他们就会把 他们的那个目标放在这个新创企业上面 然后他们就是利用自己的资源 然后就是再进一步的扩大业务 这样对他们来讲变得非常的重要 そうした中で今ちょっと質問のあった なんで台湾のスタートアップとか 企業なの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も ここもやっぱり理由がありますね 好 那刚才我们有听到说 那为什么会是台湾的这个新创企业呢 其实这个是有理由的 まず一つがDX化 これが日本の大企業中心 どんど今起こってきています 好 第一个的话 就是DX这部分的推進 日本今結構大きな転換点にありまして 高齢者が多くて あと保守的社会なんで なかなか社会のデジタル化っていうのが 進ま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ね 好 那因为其实日本现在 他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期間 那他也是老齡化 人口非常的多 然后还有他们社会保守这个结构 所以因此社会数字化 一直在滞後 ですけど コロナ禍になった時に デジタル化の遅れっていうのが 多くの会社と個人にとっても 非常に明らかになって 大企業も本腰入れて取り組み始めて もう今3年半ぐらいが経ってる というような感じですね 然后再加上这个新冠呢 他就是大流行 他就是特别的显示 这个数字化滞後的问题 那大企業也开始就是认真的 对待数字化转型 こういう中で台湾の テクノロジー産業 非常に有望で 優秀な企業が多いですし あとは文化も近かったり 距離的にも近くて あと日本語話せる人材 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 多かったりするので 非常にそういう意味では 人気ですね 好 那这个过程中 我们台湾的这个技術产业 就非常 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有前途 那也拥有 其实在台湾的技術产业 拥有很多优秀的企业 那为什么还有再加上 我们的文化地理 其实也很接近 然后我们台湾人 其实很多人 会讲这个日文 あとは良いのか悪いのか バリュエーション っていうのが あまり高まりすぎてない っていうような 例えば他の国と比べて 高まりすぎてない っていう状況もあるので M&Aが 随密しやすい というところもあります 好 那他们觉得说 在台湾的这个 我们有很多地方 其实都很相近 所以在台湾的这个 合购这个 并购这一部分 感觉就会 比较容易进入 这样 こういった中で台湾の会社 スタートアップ買収して テクノロジー 取り込んでいったりとか あとは優秀な人材 含めて取り込んでいったりとか あとはその売り先ですね 販路がある場合は それも取り込んでしまいたい という風に考えています 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是希望 可以收購台湾的企业 来获得这个技術 然后来吸收 我们的这个 优秀的人才 这样子 让自己的销售的 这个渠道也扩大 这样 あともう一つ 台湾のスタートアップ なぜかというところで 理由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それが脱中国 っていう流れは 結構大きいですね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想要减少 对中国的这个依赖 僕らはですね あまり政治的には 特に強い考えがないので そういう前提で 聞いてもらえたら ありがたいなと思います 好 那首先我先 强调一下 其实我们就是 希望在政治上 不是在强烈的 立场上的前提下 考虑我们以下的 这些 这些发表 是 就是从经济的 角度来看 是是 僕らはですね 結構日本の大企業の クライアントとか あとシンクタンクとか 結構いろんな付き合いを していてですね そうしたところから 脱中国っていうことは かなり聞いてます 特に大企業だと 中国での開発してたりとか 二次受け 三次受けとか 結構中国とつながってると それだけで 取引ができないっていう ケースは 結構もう かなり出てきてます 那其实我们这个 日本的大企業 这些客户啊 我们跟他交流 了解到 就是企業现在啊 他们真的 大家都在 逐渐的减少 对中国的依赖 然后特别是 这种大型的企業 就是与中国 就本来就已经 有很 有关联的公司 其实在 许多的状况下 他们都无法的 顺利的展开 他们的业务 所以就是不论在 中国进行的 这个开发 还是二三级的 工链中啊 对他们来讲 都是有一个困难度在 中国だけではなくて またその周辺の国に 関しても 結構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うと 大企業にとって 見た時には 結構警戒して 付き合いをしている っていうような 状況でもありますね 好 那不止对中国啦 他们对这些 中国周围的 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 有一个警戒心在 なので台湾の スタートアップとか 企業に関しては 中国との関係がない っていう企業 そういうのは きちんと証明していくと 日本の大企業に ってみたときには 懸念っていうのが 減っていきます 所以其实他在 跟我们台湾的 新创这些公司 要合作的话 或是有业务往来 有这个希望的话 他们都会先去调查 说我们这个 台湾的这个新创公司 真的跟中国 这部分是没有 关联的吗 这样他们才会去 进行的比较多 这样 OK 有这个前提 跟考量在 是是 こうして見てみると 大企業にとってみたとき 今みたいな理由を 並べるとですね 実は対象の国 ってあんまり多くはない ですよね 今までが 的一些新创公司 这部分 こういった企業っていうのは 日本の市場を 主に対象に ビジネスしてきていて 特にスタートアップなんかは そうで 日本の市場っていうのは そこそこ大きいので そこでフォーカスして シェアを取っていければ 成長早いっていうので 投資家からもそれを 推奨されてきた っていうような感じですね ね 能专注于他们的市场 然后就去占据这个市场的占有率 然后可以快速的成长 所以这些新创企业在日本的国内市场 其实也是首要他们任务 可以扩展业务的一个目标 那为什么是因为说 这些日本他原有的日本的新创 其实他们之后在日本发展完以后 他们也是往别的国家去 所以日本的话 他就是也会想要把这些国外的新创 带进来日本这样 例えば中堅企业が海外でビジネスしていく 新規事業みたいな感じになりますから 1億円とか2億円っていうのは 普通に初期でかかってきてしまうので そうであれば ちょっとsmall sizeの企业を買収してしまって 事業展開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は コストとかスピードの点で十分理解できるなと思います 好 那我们来讲 中型企业的话 其实中型企业他想要在海外展开业务的话 或者是他要做一个新的业务的话 通常他都是需要花费 1億至2億的日元左右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收購这些小型的公司 在成本或者是速度方面 扩大业务 对他们来讲是有意义的 そして今大企业とか startupとか中堅企业の話を 少し整理して話を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好 然後再就是關於這一部分 中型的公司 或者是這個比較稍微大一點的 新創公司的解說 OK 所以听起來的話 日本企业去併購海外公司 尤其是併購台灣公司 听起來最近的風氣是非常旺盛 可是這個風氣一直以来都是這麼 就是說 這個是日本企业去併購海外公司 這個是一直以来 他們都有這個強烈的需求嗎 還是說是因為近年來 像剛剛這個Shota跟Yuli分享到了 就是尤其碰上數位轉型這個議題 然後特別的需要技術人才 特別的需要內部創新 所以這個風氣才起来 就是他們市場風氣如何 其實正確來講的話 應該是說 剛好就是在最近對於海外 他們去併購去收購海外 這個是一個風潮沒有錯 是 那在剛剛Shota介紹裡面 其實也跟我們分享了非常詳細 包含了大型企業 中型企業 然後甚至這個小的 但是具有成長潛力的新創公司 他們各自在 就是收購與被收購的 這一盤棋裡面 他們各自所擔任的角色 那我們現在拉滑來談的是 World Capital Inc 你們所合作的這個買家 買主 就是要出手買公司的人 大概都是什麼樣類型的企業 他們大概在什麼樣的規模 然後他們大概在什麼樣的產業裡面 其實現在來跟我們商量的話 現在想要併購海外國家 大概有60家的日本企業 來跟我們再商量 其實這些啊 這些來跟我們商量的 其實他的業界其實很廣泛 那我在這邊提出的可能是 我們自己公司的資訊這樣子 那他就是Shota也希望說 大家可以再把它想 可能它的範圍其實再框管一點 沒有這麼的窄這樣子 那我們就關於我們公司 我們的資訊的話 買家他想要的企業價值 大概是1億的日幣 到100億的日幣之間 那比較多的 其實在1億日元到100億日元 這個裡面的範圍很廣啊 那其實最佔比較多的 大概5億的日元左右 那其實產業真的很多 那除了就是我大概舉例一下 我們公司的資訊的話 大概就是有軟體啊 或者是有IoT啊 硬體啊 那除了這些以外 其實還有一些土木工程的 這種公司 包括也有醫院 還有一個 大家可能比較沒想到 就是這個脫兒所的 這個設施的這個公司也有 那其實我們也是希望說 可以增加新創企業收購的數量 然後就是為這些新創企業提供 有多一點的選擇這樣子 那其實這些買家 他們其實並非全都是新創 也有很多就是 傳統的這個行業公司嘛 但我們就是希望說 可以有我們的幫助 可以提供更多的買家資訊 給我們台灣需要的業者這樣 で、うちはですね こうした改定の情報に関しては 日本国内のこういったM&Aの 含めた事業者 あといろんなM&Aだけで 金融機関であったりとか そうしたところと連携してですね さらに買い手の情報っていうのは 増やしていくような方向で どんどん進めていってます 那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合作的這個 買家的訊息、資訊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跟 日本的這些金融機構 或者是M&A的這一部分的 這些公司合作 那我們就是可以提供 台灣就是好的資訊這樣子 然後跟這些資訊的 數量也希望可以增多 あとね、さっきちょっと ちらっと質問してもらった 実際の流れみたいなところ 今のM&Aの そこもうちょっと 詳しく説明した方が 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 那剛才我們有在講說 這個N&A這一部分 然後我們有說 這個的流程是怎麼樣 他現在想要再 對這一部分的話 再加強說明一下 うん、好啊 今ですね 少しトレンド やっぱり話してみちゃ 我理解しやすいなと思うので 今の円安なので 日本の会社が 海外の会社買うっていうのは 今結構割高なんで あんまりいいタイミングで 実際はないんですよね 其實現在啊 現在的狀況 日本的狀況的話 其實它是 就是日幣比較低 所以對於日本來講的話 其實對他們企業來講的話 比較沒有那麼好處 沒有那麼的多 對 なんですけど 日本企業って この円安っていうのは 長期的に続いていく っていう風に捉えて 計画をもう作ってます 可是對於他們 日幣現在很低的 這一部分 其實他們就是 已經有在規劃了 特にですね 製造業で 輸出中心に やっている会社については この円安っていうのは メリット結構大きくて 過去最高益 達成しているような会社も かなり多いです 好 那其實這個日幣貶值 對於注重出口的 這個製造業者來講 其實有很多的 出口這部分 會有比較多的優勢 那這些製造業的話 實際上也正在實現 他們創新 就是記錄 創新他們的利潤的記錄 なので内部流報っていうのが 結構積み上がってきているような 感じなので それをですね M&Aに活用して 海外展開の 攻めの資金に使う っていう会社も 大分 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うと いろんな動きが増えてきてます 所以他們内部的儲備 就是不斷的累積 那許多企業 就是也會透過 併購這一部分 然後去做 那個進攻資金 這一部分 という意味で 先ほど言ったみたいに いろんな動きっていうのは 出てきてます っていうのは こういったところも 関係してきています 好 那剛才有講到說 在日本的 現在的状況的話 他跟這一部分 也會有一些関連 这样 對不起 我這邊想要 再進一步了解一下 就是說 Shota這邊 談到的是 因為日元貶值 所以對於 現在日本企業 來說 是一個 相對來說 条件比較 不利的情況下 那 可是我不太明白 就是說 在這個情況下 為什麼 收購 或併購 其他 尤其是海外的公司 對他們來講 反而是 是一種 就是儲備 他們能量 或者是能力的 的一個重要關鍵 是剛好 趁著現在日幣低 買東西 比較划算嗎 円安っていうのは もうですね ある程度 日本の会社は もうこの計画に 入れちゃってます しばらく続くだろう っていう それ待っていても いいタイミング とんどこ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逆に言うと 円安で利益も 積み上がってきてるから そうすれば ベストなタイミング じゃないんだけれども やっていこう っていうような判断を している状態ですね 其實他們就是日本企業 他們現在就是 他們有 認為說 日幣的貶值 這個會長期的 持續下去 所以其實他們很早就在 制定這個計画 那雖然是日幣 貶值的狀況下 他們覺得反而 在這個狀況 可以得到一些利潤 利潤會提高 這樣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就是現在 要開始行動 這樣 如果不是円安ではなかったら もっと活発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よ 不過也可以說是 如果現在沒有 日幣沒有貶值的話 其實這個事業 會過得更寬廣 有可能啦 但是他們就自由在想 他們就是之前 就已經長期計画 說他們知道 就是日幣貶值 會長期下去了 就先做好準備 準備 對 M&Aってやっぱり いろんな目的 はあるんですけど その目的の 大きなものの一つに 時間を買っていく 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あるので なかなかそれを待っている っていうよりも 今こういったタイミングだけれども 買いに行く っていうスタンスの会社も 結構ありますよね 那再加上M&A的話 他其實要執行 這個需要 一個很長的時間嘛 那他們與其 覺得要在這邊等待的話 我們就是要先行動 這樣 是是 好 那剛剛秀塔 好像還有 要繼續跟我們分享 就是關於整個M&A 在進行的時候的 的一個過程跟流程 他好像還沒有講完 そうですね M&Aのところで言うと 先ほど話したみたいな 大きなトレンド感は 把握しておいた方がいいかな 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すね あと具体的ところは また結構細かいんでね 就像他剛才叙述的跟 就是他覺得 現在就是一個主流 那等一下在細部的話 他在後面 他還會再多加一些 說明進去這樣 那像依照你們操作的案例啊 就是說 比如說收購 有沒有什麼不同的類型 或不同的方法 比如說是 你們的客户都習慣 是全額收購嗎 或者是 是部分的收購 占大股嗎 那如果公司進行完收購 跟合併之後 這個被買的這一方的 這個新創公司 他原來 他的 接下來的結局會是什麼 是 通常是 團隊 人才都會被 繼續留下來嗎 還是說 大部分你們的客户 可能只買技術 不買人 そうですね まあ うちの希望として 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 うちはですね できる限りやっぱり スタートアップのM&Aを 増やしていきたい っていう考えはあります 先ほどちょっと言ったみたいに スタートアップの EXITの選択肢を なるべく作ってあげたいな とは思っています 就是 我們盡量 讓這些新創企業 他的採購的 這個價值啊 讓他提高 這樣子 那買完之後呢 買完之後就是 這個 被買的這一家新創公司 他們會 所有的團隊都會被 留在 這個 病入之後的新公司里嗎 還是說 會進行一些 團隊上面的汰換 まあ ちょっと先ほどのところ ちょっとだけ補足するとですね 僕らとしてはスタートアップの M&Aを増やしていきたいんですけど ただスタートアップ 実際に 調達している時の バリューエーションが 高すぎてしまって M&Aで企業価値を 出していく時に 結構下がってしまう 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あるので 結構難しい側面も 結構あるんですよね 好 就是 我們就是 現在在講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 推廣 就是 讓新創這部分 在M&A這部分 會比較好運轉 這樣子 那其實對於 對於新創來講的話 其實要去估值 他們企業的估值的話 其實這一部分 就是其實也是一個 比較難的地方 そういう中で 完全に買収 這部分 這部分好了 如果你說 這間大公司 在日本 這大企業 他要收購 這一個 台灣的新創的話 其實他們在收購的時候 會有看不見的 這些風險 那在某些情況下 他們就是會擁有 可能已經擁有 他們的業務資源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 有可能不是全部收購 他可能是用部分收購 這一個方法 去達成他們的目標 這樣 ただですね 部分的買収 し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は 事業を切り分けていって 必要なところだけ 残すとか なってくるので 結構いろいろとですね 複雑な部分が いろんな関わってるので 複雑性が増しちゃうんですよね なので 規模感が極端に大きくない そうした案件に関しては 完全買収 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が 基本的標準 であるという風に考えてます 好 其實在那個部分收購 這部分的話 他其實會 對他們來講 會增加 這些複雜性 比如說 他們要分離業務 可是他們要保留 必要的部分 所以 他們對於 新創接收買的話 他們可能會 采用完全收購的方式 會比較多一點 雖然是 完全收購 對他們來講 有他們看不到的風險 可是比起 這個部分收購的話 他們比較偏向這一邊 なので どっち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 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本当 ケースバイケースで 今みたいな 基本的な考えは 持っておくと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 ただ 基本的M1では 会社全体を買うっていう方が メインになってくると思います 對 那當然是 每一個企業 他有每一個做法不一樣 可是 基本上 基本上 來講的話 他都是會 是屬於 這個 完全買下來 這部分 會占的比例 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 連原來的人 通常都會 留在 留在 一起 并進去 新的公司裡面 完全買収 完全買収 が多い っていうことは 貴重なチーム とか 企業にいることが 多いんですかね そうですね 例えばですね 完全買収 した時に 条件って やっぱり 色々と 社長が付けて いくんですね 例えば すごく大事なこととして 社長自身は もう会社売って 終わりにしたいから 自分は残らないとかね そういったことも あるので そこなんかは 社長の まず残るか 残らな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は 重要な まずところになります 社長自身が 基本上的話 其實會留下來 會比較多 可是還是要看 企業 管理者 這個負責人 他怎麼去判断 這樣子 是 了解 あとは その他 メンバーに関して っていうところは これも やはりですね どこまで 社長として 会社長として メンバーに対しては 給料下げないで 欲しいとか そういうところ 最初の条件に 入れていくか っていうところは 結構大事 あとは 買い手の会社との 相性というか ありますよね そのまま 残してもらえる やっぱり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が いいところだったりもするので 那 其实 除了 負責人 他決定权以外 其实他還會 去詢問 原本在 企業的 員工 他的薪水方面 他是要 怎么样 去調整 全部都有 包含在 里面 还有 他的能力 是不是 他提出来的金額 是我可以 接受的 所以 跟負責人 这一边的 影響 很大 日本の会社としては 欧米の会社と比べて 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うと ドラスティックに いきなり リストラしていく みたいな そうしたところには なかなかなりづらい んじゃないかな とは思います 日本と 日本と 欧米の 欧米の 不一ような 地方 他不能 一些理由 我不要 用 你 他原本 買过 アイ の 員工 他還是要 去想要 他们的 生活 要 他们 負責 这样 要 为 他们 負責 这样 OK 好 那我们回来 WCI 这里 你们在 不管是 台湾新创 被日本 企业 收购 或者是 日本企业 想要来 买 台湾新创 这个过程中 WCI 在这中间 扮演 怎样的 角色 你们要 做哪一些 事情 まずですね WCI うちとしては 非常大事なところで 僕らは 日本の 会社であるんですけども 台湾側の 売り手の 会社に 支援をします 对 我们 虽然我们是 日本的 公司 但是我们 是方生 就是我们 要为了 这些台湾 要卖的 这些企业的 公司 要协助 他们 这个位置 今 僕らは 最初の フェーズでも あるので 売り手ですね 売り手の 支援 というところに 特化しています 所以我们 是针对说 我们要 支援的是 就是 卖方 这一部分 この 売り手の 会社 っていうのは そもそも 日本の 会社だけに 売却 考えるんじゃなくて 台湾国内の 会社とか 会計とか 他の国の 会計なんかも 含めて いろんな 選択肢を 持った方が 有利 好 那 其实 我们 要 支援 卖方 这部分 不仅 只是 出售 给日本 公司 其他 海外 公司 其实 我们 也是 想要 合作 策略 うちとしては そうした中で 海外企業に 売却をしたい とか 特に日本企業 の売却 っていうのを 考えている 売り手にとっての 選択肢の 一つを提供している っていう風な 捉え方を するといいと思います 好 但是 你们只要 想到说 我们 其实 我们最主要 是 为这些 台湾的企业 他想要 卖给日本的 企业 这部分 我们会 以这个为主 协助他们 这样 うちは M&Aの こうした 実行 っていうのは 結構 長く 続いていくんですけども パートナー戦略を 取ってます そのパートナー企業と 一緒にですね 共同で M&Aを 進めていっています 好 那我们的 做的方式 是怎么样呢 其实 我们在 执行 这个 并購的时候 我们是 采取 合作 伙伴的 策略 どういうこと 役割 果たしますか 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 ちょっと詳しいところ 話していくんですけど いいですかね 好 然后 我现在可以 大概 就是 说明一下 那我们 可以做的是 什么 这样 好 刚开始的话 我们先确认说 对方 他要卖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他的目标 是什么 あとは 売り手の会社の Due Diligence って言って 企業の価値ですね それを測っていったり どういう風にして 売却していくのか そういったスキームなんかも 一緒に決めていきます 好 然后就是 我们会进行 卖方的 进责调查 就是 滴滴这部分 估价这部分 然后去决定 他的销售方案 そうした会社が 分かっちゃうと まずいので 会社名 隠した状態で そうした 情報ですね 載した資料を 作っていきます 那包括这些 就是 建立这些 档案 这些資訊的档案 然后当然 我们也会 保护他们 也会帮他们 就是 公司的名称 我们会把 做好这个 保护情报 这部分 哦 对 因为我猜 他们应该也不想 要让人家知道 这些资讯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有一个 卖方 你们得知 有一个卖方 想要卖公司 那你们就会 所以你们是 受理卖方的需求 还是受理买方的需求 我们是受理卖方的需求 受理卖方的需求 然后 你就开始 包含做滴滴 调查 估价 然后也帮他们 把方案写出来 就是 方案A 有这种卖法 方案B 有这种卖法 方案C 有这种卖法 但是 你就会把这个profile 提供给 买方去评估 但是 买方不会知道 这支哪一家公司 是的是的 理解 そういった資料ですね 買手側 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に 渡しながら 候補の会社 っていうのを 集めていって 選定をしていきます あとは 詳しい商談に 入っていって っていう流れになります 那整理这些资料以后 我们会把这个公司 的情報 先隐藏 那但是 我们会提供 给这些 就是买方 然后 除了说 原本 既有我们 手上原本的 资料以后 还会去 收集 就是 更多的 候補的 这些 买方公司 僕らであれば 買手の候補 っていうのは 日本企業になるわけですから そうしたところに アプローチをかけていきます っていうところまで 含めて 今話した部分を 全体を 動かしていく という形ですね 所以在日本的 这个 买方 这部分 这边 就是 都是由 我们 这边 来 协助 这样子 那我们 也会去 跟这些 买方 跟他们 连接 这些 公司 跟他们 讨论 跟他们 商談 给他们 资料 然后 给他 我们的 需求 这样子 こうした ところの 流れ っていうのは うちだけで うちと パートナー と一緒になって やっていく という形で うちの パートナー なんですけど それは クロスボーダー のM&Aの 経験 非常に 豊富なんですけど 台湾市場 との 理解 とか 経験 っていうのは あんまり 多くはない ですよね 好 那 我们 现在 像 这个 现在 跟我们 合作 这个 合作 伙伴 的话 他们 其实 跟我们 一起 共同 的 执行 整个 流程 那 这个 合作 伙伴 其实 他 在 跨国 并購 的 这部分 他 其实 是 拥有 非常 丰富 的 经验 但 老实 讲 他们 现在 对台湾市场 这一部分 的了解 跟经验 其实还 不够 还是 要少一点 这样 うちは 逆に 事業支援 っていうのも 5年半 やり続けてきていて 台湾に関しても 結構ね そういう意味 深くやってますから お互いが 台湾のこと 企業のことの 理解 っていうところ を持っているので お互いが そういう意味で 相互補完 関係 っていう感じで 高いレベル でM&A やっていく という形です 那 因为他们 虽然 对台湾市场 这边 我们在台湾 已经有 5年半的 经验 这样 然后我们 就是以 一个合作 伙伴 共同 互补的 关系 来执行 这一个 业务 这样 OK 所以听起来 我们本来 后面 有一个问题 是要问说 你们主要服务 买方跟 卖方 可是其实 在刚刚的 回答过程中 答案已经揭晓了 事实上 你们主要 服务的 对象 是 卖方 可是我 反过来说 我们其实 现在也 很常听到 有一些 台湾的 新創公司 因为要进去 日本市场 所以 他们为了 要快速的 取得 日本的人才 或者是 快速的 取得 日本的 一定的 市场 占有率 所以 他们要进去 的方法 或者是策略 之一是 他们也去 收购 日本的公司 OK 你们会 反向提供 这样的服务吗 就是说 你们的服务对象 一样是 台湾新创 可是 他的角色 从卖方 变成了买方 我想要先 聊聊这件事情 好 好的 我觉得他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对 目前的话 我们就是 Face 1的话 我们是把台湾 这边带过来 日本 那确实在 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话 我们是会 要把日本企业 带过来台湾 这部分 对 那这个的话 就是 我们现在 Face 1 我们把台湾公司 就是带过来这边 以后 另一方面 就是这些的 台湾的新创公司 他在收购 这个日本公司的时候 就是也可以快速的 就是获得日本人力支援 进入日本市场 这个策略 对 所以就是像凯尔问的 我们确实在第二阶段的话 我们会协助 就是台湾的企业 他来收购 这个日本企业 这一部分 但同时 日本企业 的 买店 的 特别 海外 的 会卖 的 对 那么 简单 进入 这是 Face 2 也 入 第二阶段 就是因为 其实日本企业 他要去收购 海外的企业 对他们来讲 其实是还蛮难的 那刚开始我们说 Face 1的时候 我们先 协助台湾的企业 就是卖的这一部分 那等这边成熟 比较稳定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会 反方向来 就是协助台湾企业 他来收购 这个日本企业 这一部分 对 那在第一个阶段的话 我们如果就是让大家 有了信任以后 我们之后 对于台湾这边 对于日本的企业 这部分的话 我们也比较好操作 那我们这样子 就是会贡献的 会有更多这样 可以贡献更多的资源 好 那我想要再回来 我们原本要聊的那一题 就是说 根据你们的了解 跟经验 一个并购案 大概需要多少的时间 可以完成 一般的 准备 开始 半年 一年 大概的话 开始到这个准备 到完成 大概我们是 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六个月到一年 ただ これですね 企业側的企业の魅力 とかにも また DDとか あと ホームDD っていうものがあって 全部実行しようと すごく時間とか かかってくるので あとコスト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ども なので どれかだけやっていくとかですね そういったことは 結構やってきます 对那特别说 就是在滴滴这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还有分为 商业滴滴 财务 或者是法律滴滴 这部分 所以真的就是 需要时间 真的是比较长一点 这样 这个时间 大概也只是让 这个 让卖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有打算 要 把公司 你自己 自己一手 创立的公司 往下一个方向 这样子的 这样的出厂方式 推进的话 他大概需要 他需要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就是 是的 大概一年的时间 这样 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好 那所以 我们再回过头来聊 就是 其实 你们现在推动这个服务 再强调一次 就其实是为了 协助台湾的新创公司 那 目前这个阶段 会希望是 协助 有益 不管他是想要 透过这样的方式 把自己的公司 带进日本市场 带往日本市场发展 或者是说 他也想要 透过这个方式出厂 那 希望呢 自己的公司 可以被好的 买家所承接 对卖方来说 要怎么样 才能够被你们 或者是 这个买方的雷达 你们一定有一个雷达嘛 就是我们想要 收购这样的公司 那 要怎么样 才能被你们的雷达 去扫到 スタートアップのですね 評価の基準って 本当にですね 難しいんですよ まず 其实在这个 这个新创公司的 滴滴这部分 其实 就是老实来讲 其实比较难一点 まずですね 投資家による 出資の バリエーションと あとM&Aでの 企業の価値 っていうのって 結構ですね ギャップがあることが 多いです 对这些买家来讲 如果是新创的话 他们要决定 这一家的企业价值 其实 在他们来讲 他们看的部分 有很多的部分 所以这个要来判定的话 对他们来讲 确实是比较难一点 特にですね M&Aだと ちょっと専門的なんですけど 企業価値 どれぐらいの金額か って測るときに EBITDAっていう数字 をよく使うんですね これは 簡単に言うと 営業利益に 原価消却費 っていうのを 加えた数字 なってます 好 比如说 在并购中啊 可能会有一个 经常用于 评价企业价值的数字 这个EBITDA 这一个部分的话 他就是变成 他要判定 这一个公司的 营业收入的 折旧 或者是摊体 这个数字 对他们来讲 会比较難一点 これですね ケースによって すごく変わってくるんで 枠面参考なんですけど EBITDAの 4倍から8倍ぐらいが M&Aでの 一応目安 みたいな感じではあるんですね 好 那日本的话 他是怎么判断的呢 其实这个 虽然状况不一样的话 会有改变 但我现在提的 也大概是个参考值 他大概判断 他就是 标准的话 就是EBITDA的 4到8倍 だけど そのスタートアップって 営業利益が出てないので このEBITDAっていうのが 適用できないっていう ケースが かなりあります 可是因为啊 我们的那个 新創公司的话 比较多是 没有营业利益的嘛 所以他要 以这个来计算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讲 比较難一点 なので非常に スタートアップの 価値評価っていうのは M&Aでは 結構難しいんですよね 本当に ケースバイケース っていうような感じ 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所以对他们 就是要收买 这个新創企业的话 对他们讲 真的就是 ケースバイケース 状況が多 特にそ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ですね このAっていう企業にとって 非常に価値があると思えば 非常に高くなりますし このBっていう会社 同じものなんですけど 価値がないって評価を されることも 価値が低いって評価が されることもあるので 個別にやっぱり その回転によって 非常に価値が 変わってくる 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ね スタートアップは 对啊 所以比如说 这个新創公司 他的技術啊 对他的技術 对这个A公司 跟这个B公司 都是他们需要的 可是因为他里面的 这个技術的 这个里面的内容 会来影响说 就是他要怎么去判断 每一个公司 就是真的是Case by Case 这样 对 それはスタートアップの エマンドではあるんですけど ただそればっかりじゃないので 本当に個別に 非常に難しいところ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 那当然也有 就是突然他的估值 会一个很高的数字 也有可能 因为他觉得 他的技術在 他们公司来讲 非常受到 很強 对 我進一步问 那如果说 比如说 是你们会主动 去找卖方吗 就是去问问看说 有没有人 有意被日本企业收购啊 还是说 你们会有一个 什么方式 你们欢迎 这个想要被并购 想要被日本企业合并的 台湾新装公司 主动来找你们 你们会是采取 什么样的方式 そうですね あれ 売り手と捨ては どういう感じで 事故してるんですかね 例えば 売り手を どころ 売り手が ちょっと こっちに来た場合は 買い手を見つける 積極的に 手を 助けたりとか そういう感じ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 僕らもですね 台湾での実績っていうのを またさらにどんどん 増や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るので 相談していただけたら 一生懸命 ヒアリングして それで買い手を探していく っていう流れは 組んでいきます 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台湾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 要建立一下 就是我们的 这个司机 这部分 所以在目前为止的话 如果有需求的公司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帮他 去找 就是他的需求 这样子 就去找 买方 或是卖方 这样 所以简单说 你们也欢迎 卖方来主动来联系你们 这样 是的 是的 欢迎卖方来联系我们 这样 なのでですね 全部に対してが 答えられるかっていうのは 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ただできる限りの マッチングできるように 情報として 日本側で 情報を出していく という形は作ります 对 那我不能保证说 每一个都会很順利 但是就是 我们会尽我们的权利 这样子 那帮大家 媒合 好 今天聊了很多 最后一个题目 我想要聊一个 比较 比较大一点的 也作为 我们今天谈 这个 你们 你们所提供的 这个新服务的 最后一个 一个结论 就是说 WCI作为 这个 企业并购的 这个服务的 中介者 那你们自己 是怎么看待 台日企业收购 合并这件事情 那你们觉得 透过这样的 一个商业行为 会有哪一些价值 或者是效益 可以被创造出来 そうですね 企业の M&Aの中 住会社として 台湾の企业の M&Aについて どう思いますかね どうな価値とか メリット 生まれると思うんですか はい そうですね 台湾企业の M&A っていうところで もう少し限定して 僕らは 日本と台湾の 間での M&A っていうところについて 話ちょっとします 好 那我大概 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我们把它 分为 日本跟台湾 之间的 跨国 并购者 M&Aだと 売り手と あと買手 二つの 側面があるので まずは M&Aの 売り手側について ちょっと話します 好 那我们也知道 M&A的话 他就是有 其实都有合作 可能是因为 市场規模 比较小 所以 他们会 扩展在海外 的业务 那特别是 东南亚 这部分 那对于 日本企业 来说的话 就是 台湾 不只是 他们只 进攻台湾 对于 这些日本企业 他要到 东南亚 这部分 他们一个 一个很好的 管道 所以他们觉得说 他们并购台湾 这个企业的话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 选择 日本企业 改定としては 台湾市場だけじゃなくて 東南亚の アクセスも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 ということは 非常にメリット で その分だけ 日本の改定にとっては 台湾企业の 価値というのは 非常に高いんじゃないかな 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对 我刚才讲 他变成说 我到台湾以后 我可以再 进攻到 东南亚 所以这个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 选择 他们会觉得说 对他们 是非常有利益的 利益非常高的 あと台湾企业が M&Aをしていく側 改定側になる 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んですけど これも 積極的日本企业の 買収を検討して いっても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 と思います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觉得说 台湾企业积极考虑 就是收购日本企业 他觉得也是好的 僕ら色々と 支援してきましたけど 日本での事業 ゼロから 立ち上げていく っていうのは コストと時間が 非常にたくさん かかりますね 我们的建议是 其实要在日本 在日本創業 就是要发展事业的话 从零开始 其实要花费 很多的时间 跟成本 日本市場 うまくいくと 安定的に成長 していけるんですけど なかなか動きが 遅い市場でもあって そういう中で 自社で 事業展開 していくだけじゃなくて M&Aをして 日本の会社 グループに 入れてしまって 販路とか 人材とか あと信用ですね これ一気に 拡足していく っていう方法も もっとあっても 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な とは個人的には 思います 日本の会社会社にとってみたら 台湾の企業については ネガティブなイメージ って一切ないので 昔と比べて 以前と比べて 今は非常に タイミングじゃないかな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未来针对台日企业并购的这个议题 我们也会再另外做一个采访 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关注 每周听一集 认识一个创业新生代 我们的节目每周三固定更新上架 记得追踪订阅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集更新 也欢迎大家把节目分享 给关注创新创业的朋友 让更多人听见 勇于创业大胆挑战的创业新生代